大家好,欢迎收看大胆赛马频道 今天影片跟大家讲讲明晚6月1日 跑马的夜赛深水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订阅频道 按下小铃铛,有新片通知你 订阅方法简单 每条影片右下角都有订阅的 按一下就订阅到频道了 除了订阅频道之外 也可以加入会员深水服务 三个级别,youtube加入后 就能够收到相关的深水 记得去社群找一些资讯 Patreon也是,三个级别加入了就能够收到 说回明晚赛事 将会采用跑马地斯加三跑 9场赛事,头场开跑时间是6点45分 近期都是这样的,都是9场赛事 6点45分 9场赛事,真的跑到你 整晚都非常忙碌 刚刚跑完星期日 雷神就中了鼠 騎完那只会赢 然后转下来 送到医院治疗 也没什么大外 明晚都可以继续上阵 看看他明晚的马能不能交到表现 推荐一场深水给大家 第三场赛事 世泽阴星暂时是大热门 因为上次在田鸡跨下 输过短头 所以再出现在成为这场马的热门 输给加勒菲区 明晚将会估计 可能这场地也是正常的 就算下雨也不会落着跑 上次就落着雨跑 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就提升了他的战斗力 这次正常的场地 推荐一号马天天得落给大家 这只马是河梁马防 也要继续欠成绩 本来想着他有机会是 回到沙田千四 谁知道他继续跑这个 快活高1650 上次就给潘顿 就骑的 上次推荐的时候 都已经说这只马 上次是背飞的 用潘顿3.3倍 就不是波 果然就是这样 上次推荐营加勒给大家 都跑到位置 3.1倍 前过你那只天天得落 个终点 田鸡也没有选错 这次也不是田鸡奇 那只天天得落 但是上次 潘顿骑那只马 就真的有点 渣流滩的感觉 都很明显看到 看着这条片 内档起步的 天天得落 出门也不慢 跟回前面的好位 有遮挡生的位 其实挺好跑的 反而 赢加勒的 就在内篮 上次因为有个漂亮档 推荐给大家 叫大家都不要 走掉这些马 有漂亮档 一定是会 好好把握机会的 徐宇石那些 这一局 就前面很好 好运寶寶 电子转棋 那些放 这个时候 就是天天得落 已经守住 这个 前面的第四位 二叠有遮挡 这些马 跑法非常好跑 反而跟着他后面的 威威斗士 都是 差不多 比天天得落 但是 你待会 去到弯位 你就会看到 发挥的分别 那 薛恩 就 吊着你天天得落 来跑 一路都咬住他 但是 去到 准备出弯 薛恩就开始来了 一下子 就先发制人 待会就来了 涉恩 这边 潘顿还是持住 不动 这里已经骑到 上颈了 涉恩 顺势推出去 撩住 这边 这里开始 整个势 已经比天天得落 因为已经骑顺了 一下子 顺势 这个时候 你天天得落 就挨打了 被人掩一掩 叉叉 乘机 潘顿就 不断 算了 其实刚才那个位 潘顿是可以先发力的 但是他偏偏很被动 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是先占了先机 按到这里 其实这个位 潘顿也可以摄出来上 不想着 还没骑须 一只马 打算转完弯才慢慢来 太自由了 这个时候 薛恩已经在外面 把一只马撻痕了 然后 压进去 顺势 这些年宵大打 一下子向内南 杀过去 他已经断了你 他主要就是 阻止你 主要对手的发挥 对不对 你不要管他 打不打茅波 但是这场马的发挥 就是那里了 分野就是那里了 你不想 别人在外面想 先发制人 先走 先 押向内南 把你干扰了一点 刚才那里是有点的 但问题就是这样 跑马那些东西 你不先动 别人先动 回来 别人就赢马了 你跑过第三 整个剧本都适合波路 都猜到你潘顿是 上次是玩东西的 不会认真和何良杀马 果然是这样 今次 换上梁家俊上去 都不是田鸡奇 可能怕田鸡奇就热了 所以 今次田鸡奇的小侄音声 就帮了票 28元 预计 这只天天得乐 都会有点分头 未至于要大热门 所以 就是这样 换住田鸡大热 射给这只天天得乐 这个剧本 绝对是 讲得通 所以 推荐给大家买 这只天天得乐 今次 可以 投意信任一票 希望梁家俊的发挥 就像刚刚 星期日那只英知星 那么好 那就OK了 可以帮何良再增添多一场头马 看看可不可以 有没有机会 奇迹 达标 看看可不可以赶到上岸 推荐就是这样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希望 明晚的心水 帮到大家